我們由那個帥哥小編來跟大家介紹這款頭燈 好 這個頭燈是Phoenix 它是一個蠻知名的牌子 然後它的型號是HL16 這款它是戶外親子頭燈 因為小朋友一般的頭燈小 它的電磁蓋是很好開的 小朋友就可能會把電磁蓋打開 然後就拿電磁出來玩 它的電磁蓋是有一個螺絲鎖著的 那等一下我會稍微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頭燈它有兩個燈射 第一個是紅光 紅光可以用在一些戶外的生態探索這一類的 那紅光還有一個閃爍的模式 可以用來做警示 一般的照明模式 主要用在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手上拿著一支手電筒或燈來做事 比如說有時候你在做菜 或是你在搭帳篷的時候 那有一個頭燈 你就可以撐出你的雙手 來做這些事情 它有三段調整 一個是做光、裝光、牆光 有三段 最大的亮度會七尺流明 那它上面我給近拍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上面這邊有一個防霧處的裝置 就是你平常不會因為放在口袋或放在哪裡你就按到它 它必須稍微手指伸進去或是你把它角度往下調之後 你才可以按到它 平常這樣子不容易按到的 然後它的頭帶裡面有一些防滑的膠條 可以讓你配戴的時候不容易掉下來 它是使用一顆三號電池 好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的頭圍是35到62公分 而且它有所謂的彈性 它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它可以難倒這麼快 如果你頭這麼大的話 這樣 防水 它的防水防塵的規格是IP66 所以基本的防水是用 最遠的射程是多遠 它在高亮度的時候是35米 在低亮度的時候是8米 然後它有三個顏色 有黃色、粉紅色 還有黑色 謝謝 很多做出來 感覺 更深出 我們可以拍馬來看 那我覺得 我們可以拍馬來看 可以拍馬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